防疫指揮中心目前累積5人確診 不過都已經生病了 但是蘇貞昌院長卻要求他們要自拍比讚 你怎麼看呢 蘇貞昌就最有問題 之前那個郭彥甫還郭彥均 我覺得他完全沒有講錯 蘇貞昌不就在那邊用網名出征他嗎 我覺得蘇貞昌就是個怪人 無奈一票 還有無奈一票 無奈一票好了 確診還要賠笑這樣 你說他長官要求他等不配合也是一種無奈 要求我比讚他就是白痴啊 誰啊 就是這個局長就是白痴 蘇貞昌跟這5個人都蠻白痴的 蘇貞昌最白痴 很無奈 又也莫名其妙 如果很不舒服我就不會拍 他已經不舒服了為什麼還要自拍 先扁他啊 先扁 好像是有一點困難 先扁再說 或是我會想要罵人 我就是不舒服然後還來叫我做這種事啊 長官要求人不配合嗎 對不對 長官要求人不配合嗎 很可愛啊 哪裡可愛 在這種疫情這麼嚴峻的時候 這樣還蠻放鬆的 對啊 你敢不配合嗎 他做得並不好為什麼要比讚 生病的不舒服啊 然後咧 然後還要 還要比讚 還要就是起來 就是感覺自己好像很不錯這樣子 很辛苦啊他們 大家都說挖住他們的角度康慌好可憐喔 很可憐 其他人不可憐嗎 完全不可憐啊 他就算重症我也不會覺得他可憐 誰重症 陳時中 他殘害那麼多人可憐什麼 陳時中確診我不知道 台灣的隊長啊 台灣隊長 隊長陣亡我們怎麼辦啊 這個 我慌了 其實我慌很久了 就是 就是其實他聽到他確診 我就覺得 美國隊長 我們台灣隊長 就是 蠻可惜的 蠻可惜的 我覺得他 越嚴重越好 誰 陳時中 為什麼 因為他 他只能不讓疫苗進來啊 殘害那麼多人 他整個政策就是不OK啊 所以他確診只是剛剛好 對 他在中心準備收攤喔 指揮中心準備收攤這個 回家啦 不用混了 讚啦 小感冒每次吃 他現在我贏 你防疫都已經做成 就是已經宣傳成這樣了 然後 結果五個人卻中了 對啊 這個就有點 就 讚啦 他們就是打選舉 都年底了 不然呢 陳時中嗎 選不上了吧 他經過這一波 還選得上也很厲害啦 應該選不上了 因為他不是要選市長嗎 然後呢 然後 可是防疫沒有做得非常好 但是 但是 他還想選市長 他是說要去選市長 我不知道 那是選不上的啦 還要再出來選市長 感覺 就是他很辛苦 我覺得他就好好做那個衛生 衛福部部長就好了 很多民眾都認為喔 真的好無奈喔 這五人確診了 生病還要陪笑 中天觀眾 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霧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